主料,高阶面粉220克,低阶面粉70克,酵母.5克,白砂糖40克,盐3.5克,奶粉9克,水115克,黄油23克,蛋液45克,辅量,椰蓉馅黄油47克,椰蓉馅细砂糖35克,椰蓉馅蛋液20克,椰蓉65克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。 30分钟到一小时,椰蓉馅制作,黄油室温软化,加入糖,搅打至蓬松轻盈,颜色垫铅,20克带液分两三次加入,每加一次都要充分搅打均匀后再加下一次,加入椰蓉,用光刀拌拌均匀后,整成16x16厘米的正方形,保鲜膜包好放冰箱冷藏,面团制作,除黄油外的材料,油质表面光滑的扩展阶段, 加入黄油,温柔制完全阶段,改成片状,保鲜膜包好放冰箱冷冻30分钟后取出,改成24x24的正方形,把冷藏备用的椰蓉馅包在面片上,四个脚朝里面折,包裹好捏紧收口处,改成长方形, 然后开始叠被子,以右边1%向内折,左边1%向内折,在两边对折后向左右擀长,二,再把右侧1%向内折,左边1%向内折,三,将面团擀成后运1.5厘米,14x28厘米的长方形,四,用刀横着切成平均的两半,切面朝上, 完成W的形状放入吐司膜,进行发酵,把脂酒分满,表面刷一层薄薄的蛋液,180度,40分钟左右,表面上踩后要盖上锡纸,轻松脱模,松软喷香,一片一片纹路清洗,可以撕着吃的椰蓉包,烹饪技巧,不好椰蓉擀面团时,不用太容易哦,温柔的擀肠, 以免一溶线和面团深度混合,文录就不清晰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